在我们身边,有一些人重情重义,他们为人豪爽,做事光明磊落,待人真诚友善,这样的人,真的值得我们好好交往,值得成为我们的座上宾,但是,在我们身边,同样有一些人,却显得冷漠无情,做人做事,唯利是图,对待他人的情感的,更是显得不负责任,这样的人,其实,就是一种薄情寡义之人, 这样的人,不值得我们好好交往,我们见到了,一定要懂得及时远离啊,那么,薄情寡义之人,究竟会有哪些特别的表现呢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,唯利是图,薄情寡义之人,往往唯利是图,这种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和需要, 在国学经典中,也有很多关于这种人的描述和批判,论语中有一句话,君子欲于义,小人欲于利,这句话的意思是,君子注重道德和道义,而小人只关注自己的利益, 这种小人的行为,往往会导致他们失去信任和支持,最终走向失败,大学中也提到,或被而入者,亦被而出,这句话的意思是,如果一个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富,那么他也会以不正当的方式失去财富, 这种人往往只看到眼前的利益,而忽略了长远的发展,实际中有个故事,讲述的是一个叫做魏清的人,魏清本来是一个贫穷的年轻人,但是他很有野心,想要成为一个富翁, 他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财富,但是他的行为却很残忍和不道德,他对待工人和手下非常苛刻,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 最终,他的行为导致了大家的反感和抵制,他的事业也失败了,在《红楼梦》中,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,假脸是一个贪婪的人,他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而不顾及他人的感受, 他通过各种手段获取财富,但是他的行为却很卑劣,他欺骗,背叛,勒索,最终他的行为导致了大家的厌恶和痛恨,他也走向了失败, 综上所述,薄情寡义之人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,而忽略了道德和道义,这种行为虽然可能会带来一时的利益, 但是长远来看,一定会导致失败,因此,我们应该注重道德和道义,坚持正义,才能获得真正的成功, 遇到了,一定要懂得及时远离,喜欢过河拆桥,薄情寡义之人,喜欢过河拆桥,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道德规范, 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人格和信誉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有许多关于呈现,感恩和忠孝的故事, 这些故事告诉我们,做一个有道德,有良知,有责任心的人,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追求的目标, 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诚信的故事,曾子杀智,曾子是孔子的弟子,他有一次要外出, 他的妻子要他回来时,给孩子带一只猪蹄,曾子答应了,但当他回家时,却发现猪蹄已经炖好了, 他的妻子说,你答应给孩子带猪蹄,我已经炖好了,你拿去吧,曾子说,我不能欺骗孩子, 我答应给他带猪蹄,就应该履行诺言,于是,曾子把猪蹄拿去退给了商家,然后才回家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诚信是做人的根本,不能欺骗别人, 感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,在《史记》,《怀音侯列传》中, 有一个关于韩信的故事,韩信小时候,曾经受到一位嫖母的恩惠, 他承诺将来会回报这位嫖母,后来,韩信成为了汉朝的开国元勋, 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,回报了嫖母的恩情,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我们应该感激别人的帮助,并且要回报别人的恩情。 最后,让我们来看一个关于忠孝的故事,陈情表,陈情表是东汉末年蜀汉大臣诸葛亮写给刘备的一封奏章, 在奏章中,诸葛亮表达了对刘备的忠诚和对国家的忠诚, 他说,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,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我们应该忠诚于自己的国家和领袖,为了国家的利益,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。 综上所述,勃勤寡异之人,喜欢过河拆桥, 这种行为是违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、感恩和忠孝的价值观的, 我们应该以这些故事为榜样。 做一个有道德、有良知、有责任心的人,一副花花肠子。 勃勤寡异之人,一副花花肠子,经常会做出一些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, 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利益。 这种人往往只关心自己的利益, 缺乏同情心和爱心,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。 在国学经典中,也有很多关于勃勤寡异之人的描述和批判, 例如《论语》中,孔子就说, 君子欲于义,小人欲于利,这句话表明,君子注重道德义理, 而小人只看重自己的私利,孔子还说过,放于利而行。 多远,这句话的意思是,如果一个人只追求自己的利益, 而不顾及别人的感受和利益,就会引起别人的怨恨和反感。 在大学中,也有类似的描述,修身齐家,治国平天下,先要正齐心, 这句话表明,一个人要想做好事情, 首先要做到内心正直,有道德修养, 如果一个人内心不端正,就会偏离正道,做出薄情寡异的事情。 薄情寡异之人,往往只关注自己的利益, 缺乏道德修养和同情心,很难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, 我们应该以国学经典为榜样。 注重道德义理,秉持正直善良的品质, 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赢得尊重和信任。 所以,具有花花肠子的人,往往薄情寡异, 我们一看便知,和他们交往, 难免被他们玩弄和抛弃, 我们见到了,一定要及时远离啊。 说得比畅德好听,薄情寡异之人, 往往也是聪明人,这样的人喜欢夸夸其谈, 喜欢把一些子虚乌有的事情, 说得唯妙唯笑,说得头头是道, 这样的人,是典型地说得比唱得好听的人, 这样的人,很容易让人一眼看穿, 但他们却又不知道悔改,和这样的人交往。 我们得到的,往往只是像空气一样的承诺, 得不到任何的真诚。 在《左传》中,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, 说的是靖国大夫书相和妻子南威的故事, 书相在靖国做官时, 他的妻子南威在乡下生活, 书相经常写信给南威, 对他甜言蜜语,表示非常想念他, 但是当他回家探亲时, 却发现南威已经病过了, 书相非常悲痛, 但是他的悲痛并没有持续多久, 因为他很快就又娶了一个妻子。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 言语虽然动听, 但是真正的感情是需要用实际行动来体现的。 如果一个人只会在口头上表达感情, 但是却不肯付出实际行动, 那么他的感情就值得怀疑。 在《论语》《魏林宫》中, 孔子也曾经说过, 道听而图说,得知弃也, 这句话的意思是, 听到一些道理, 却不加思考地转述给别人, 是一种道德上的败坏。 这句话告诉我们, 在传播信息时, 应该经过深思熟虑, 而不是轻信谣言, 或者流言蜚语。 薄金寡义之人, 说得比唱得好听, 这句话告诉我们, 在人际交往中, 应该注重实际行动, 而不是只说不做, 如果一个人说得很好听。 但是做的事情却很无情, 那么他的话就不可信, 他的人品也值得怀疑。 所以, 说得比唱得好听的人, 是比较无情的, 他们很难会用自己的真心, 去换取所谓的友情。 这样的人, 我们一看便知, 遇到了, 要及时远离啊。 人活到最后, 拼的一定是人品, 一个人不管有多么成功, 有多少财富, 如果对人没安好心, 人品不好, 无情无义, 最后只会收获不好的风平, 众人推致。 最终, 就算胜利了, 也收获不到鲜花和掌声, 胜利的果实, 也只能自己独享, 无滋无味, 毫无乐趣。 正所谓,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 有人分享的人生, 才更有意义。 余生, 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, 多一点付出, 多一点真心, 这样会让自己的形象更加高大, 活得更加有意义。 朋友们, 薄情之人, 一看便知, 这四种表现的人, 往往薄情寡义, 要远离, 大家觉得有道理吗? 好了,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 在下方点个赞, 或者订阅频道, 如果有什么建议, 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